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講下古龍的火拼蕭十一郎 火拼蕭十一郎和蕭十一郎一樣 都是以風四涼洗澡 好香艷 跟著有一大堆男人闖入來開始的 不過火拼蕭十一郎裡面 蕭十一郎就由一個不修蝙蝠的大道 變成一個講究的富家公子 還帶著個美女叫冰冰 什麼都聽了個美女說 蕭十一郎本身的女神沈碧君見到 當然是不會了 你不愛我了,你忘記了我們之前的東西了 原來冰冰是大壞蛋蕭瑤侯的妹妹 蕭瑤侯很壞的 將妹妹推到懸崖 後來蕭瑤侯和蕭十一郎在懸崖上決鬥 本來蕭十一郎會輸的 怎知冰冰劫後餘生 想在懸崖爬上來 一路爬就一路叫蕭瑤侯的名字 搞到蕭瑤侯以為有鬼 那就輸了 所以蕭十一郎覺得冰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加上他發現冰冰身中劇毒 都不太長命了 所以就什麼都聽冰冰說 想他開心點 蕭十一郎又聽其他人說 以為沈碧君在找她老公連城壁 所以就互相誤會 風四娘就說得很對 為何你們倆都只是想著自己的痛苦 不會去想對方可能有苦衷呢 這種愛情要有體諒 不可以只是猜疑妒忌的想法 武俠小說中是很少說的 這次沈碧君 就不是很擔得起女主角的大棋 不斷誤會銷售一郎 那些誤會可能說多幾句就可以解決了 但偏偏就令主角又生氣又絕望又痛苦又悲傷 即是解決江湖陰謀就那麼厲害 遇到感情矛盾就一個二個嗚嘴 也都令風四娘更加偉大 明明沈碧君是情敵 還要幫情敵和深上人解開誤會 為了獎勵她的巫師 作者安排風四娘種了親藥 任差陽錯之下 跟蕭索一郎發生一夜情 都算得常所願啦 另一方面 連城壁設計了很多陰謀 想報復搶她老婆的蕭索一郎 同男主角作對 當然失敗啦 最後蕭索一郎弄爆了連城壁的骨 令她變成廢人 而風四娘和沈碧君 最後都下落不明 蕭索一郎仍然單身 感覺就像古龍版的天龍百步 友情皆業 眾生皆苦 這個也是古龍小說的特色 不一定是帶團員 可能搞完一大輪 男主角都是沒著落 甚至不交代清楚 讓你自己想想啦 跟梁雨生那種連配角都要有一個結局 是剛剛相反的 你又觸不喜歡這個故事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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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